我們今天是齊齊開開心心來拍開箱片 首先要先拆個箱 如果計算運費那些粒粒粒粒 大概是人民幣200元多一點 大概用了一個星期時間運過來香港 首先要拆開箱片 這個有點爛了 但沒所謂 這是我所賣的東西 那張單 其實是落錯單 不過這個就沒所謂 首先我買了一包泥 因為真的很便宜 還有一粒DECO 但其實這個我沒有買 然後就有兩盒的混色Slime 但其實我只是買了一盒 我忘了買哪些顏色 但就來了兩盒 但我買了一個綠色的熟色 不知道是拉麵膠 但其實沒有來的 最後就有一個900ml的Slime 現在非常興奮 現在就馬上開始吧 其實這間購物比其他便宜很多 要舊膠為例 大概是200ml 未計算運費的話 大概是$8 其實真的便宜 質地也不錯 放了一個月也沒用到 也不臭 但保持很黏膠 所以弄到倒起來也非常麻煩 而且舊膠是非常非常非常無敵的難拉 是我最難拉的舊膠 它的質地是實的 但總之非常難拉 藍色一盒 其實跟粉紅色的質地也是一樣的 N utcas的 F-I-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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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that stuff inside your head we're just friends don't go look at me without look in your eyes LEGO SLIME 真是我見過最奇特的那一塊 我一打開就看到 面上有一層像膠水的物體 我當時是 嚇到嘴巴說不出東西 然後手就在那裡亂弄 是會弄得均勻的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 它又會分開 好像兩層東西 但是它玩上來的質地是OK的 非常之像在玩 輕黏土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玩過這樣的質地 但是就不需要 買900ml回來 因為我現在整個大桶 都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它的質地又太怪 我也不敢給大家 這是第二盒 跟上次的一盒 都是差不多大尺寸 我又剪開 這是另一間 然後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好 好 它就有一張 關於Slime的上色 那現在就開始了 現在就開始了 共有四盒的浸品 我猜的質地應該也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盒 第二盒 第二盒 這盒 第一盒 是第一盒 第二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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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藍色 鲍鱼 在淘寶買SLIME 整體上比香港是貴的 店舖的包裝非常紮實 SLIME 也沒有漏掉 或者買回來就已經溶掉了 但最近太熱了 有熱警報 結果都溶掉了 我買回來的透態質地其實全部都是一樣 雖然不是非常非常透 但他們的質地都非常實 而且很拉的 我還想去上次的沙灘 就寫手錶 我覺得這一盒也是過得去的 很領面 也很睏很拉的 但是不是真的起到這麼多店舖 我就會有一點點保留 而且因為它的白膠漿可能和我們用的不同 所以它始終質地是有點不同的 如果大家好奇的話 不妨可以買盒小的試一下 但是我自己一般搬 我覺得實物的樣子 看上去是最像拍片的那個 質地和之前的透態都一樣 去到舊的拉麵膠 其實我自己覺得它的質地 不知道 總之在淘寶買的那些 除了透態之外 其他那些實色的 質地和香港買的那些真的有出入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落到黏土 刺起來不是特別大聲的 也不是超好拉 拉的話要就著就著 不過它的奶油紋 是可以保持很久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合膠的亮點 大家有什麼店舖 想我做白老鼠的話 不妨在下面跟我說 記住就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留下留言 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